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下三毫性格 近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在TVB晚上有一個律政強人的電視劇 其實我以往都很少會這麼晚看電視 不過事實上智叔在裡面做的角色 我又覺得很吸引到我去看他演戲 其實在幾年前我都已經看過這部電視劇 所以我有印象這部電視劇是好看的 不過我真的忘記了劇情 所以我又回看又覺得很想看他怎樣演繹 其實智叔這個角色我覺得是一個很典型 三毫性格變色龍會遇到的人生事情 三毫性格是很有目標感 而且他們經常變色龍 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臉口 我覺得智叔演繹這個角色的時候 無論他一開始對他太太很溫柔 或者他太太當時幫他去談 怎樣幫公司上市 他又說好好去接太太 他喜歡吃什麼又跟他吃 到後期他太太要跟他離婚 他有很多場戲其實他那個喜怒哀樂都上落很大 當然我不是說三毫性格去到每個都是這麼便面 這麼變色龍 隨時可以突然間這一刻很狠 那刻突然間很傷心 不過我反而是想演繹給大家知道 其實三毫性格就是 不是很懂表達自己的感情世界 因為在這個角色裡面 他是一個行業裡面很厲害的律師 還有很多人都覺得他口才很好 甚至很多人都很害怕他 因為有一個壓迫感給到身邊的人 三毫性格如果他是想成功 甚至乎他也都會知道在職場上 當他去到不同職級的時候 其實他應該是跟那個圈子的人 以一個什麼的姿態去表達他在那裡的角色 甚至乎在那裡的地位 舉個例子 比如可能其中一場戲 智叔他就是跟一些他們自己的partner一起 比如有資深的也都有後輩的 他就會收斂他自己的那種傲氣 很淡定的 但是當他去到真的要跟一些律師打官司的時候 他又會去到很強勢的 看見他跟太太 就是太太又幫他 怎樣去處理一些上司公司中間 做一些溝通的時候 他又很會哄太太 你想吃什麼 我又會陪你去吃 那到太太介意他是性無能的時候 要跟他離婚 其實他都很傷心 甚至乎他都知道他太太在外面 跟其他男人有一些越軌行為也好 其實他一直都沒有表達 其實一般的旁人 會不會很明白三個性格 你明知道你太太在外面跟其他男人一起 為什麼你一直都不發聲 甚至乎有些人會覺得他當然要面子 所以他不說出來不揭穿 因為怕別人會笑他 甚至乎他的伴侶都會這樣想 你怕別人知道你性無能 所以你不公開寧願忍 但是以我接觸三號性格 其實真的不是因為他要面子 過不了其他人 而不去跟太太翻臉 其實在內女內心裡面 他真的很愛太太 他不想失去這個夫妻的關係 而他也知道自己是性無能 未必能夠滿足到他太太的時候 有些事情他可能自己都覺得應該要接受 但是奈何三號性格 平時是這麼強勢 甚至乎很多人表面看他 都覺得他這麼厲害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誤解了三號性格的感情形 所以看這部電視劇的時候 其實我都有跟我女兒一起看 我女兒就說 她這麼奇怪 其實她是不是真的愛她太太 為什麼她突然間又可以 這麼激進對她太太 這麼生氣、這麼兇 但是到她太太自殺的時候 她又很緊張、很擔心她有事 甚至乎願意立即無條件簽離婚 為什麼她的相片這麼大呢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不明白三號性格 其實她是不懂得表達自己 有多愛對方 甚至乎她會覺得我買東西送給她 甚至乎我怎麼陪她 其實就是 甚至乎我給她一個好的家庭環境 給她樓、給她錢 那這些就是叫做愛太太 愛另一半 三號性格很多時候都是用物質 去滿足她另一半 她很努力在事業上自己去賺錢 其實就是想大家的家庭活得開心些 將來的生活好些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在跟三號性格談的時候 她們失戀 都是另一半就complain她 沒有時間陪她 甚至乎不明白另一半的感受 不得浪漫 甚至乎是沒有人情味 很多很多的指控都是說三號性格很現實 很不明白別人的感受 其實三號性格 我覺得她是這麼懂得看別人的眉頭硬硬 怎麼會是不明白別人的感受 反而三號性格是她不懂得表達自己的感情世界 不懂得表達自己有多愛另一半 甚至乎有多愛子女 或者有多愛父母 其實她不懂得表達 或者她不懂得怎樣去說 或者去抱著對方 去擁抱對方 甚至乎給一些感受對方 因為三號性格覺得 咦?我們大家都結了婚了 甚至乎都是抹齊了 都定的啦 都安定的啦 安定我們就要想一下 因為她很實際的 我們怎樣買樓呢? 怎樣存錢呢? 如果將來退休我們又可以怎樣呢? 如果想大家兩個開心點 我是不是要努力點賺錢呢? 於是我每天就去努力去賺錢 因為她覺得感情已經穩定了 但奈何呢? 當她很專注去賺錢 或者去想她的將來的時候呢? 其實她就疏忽了去陪伴另一半 有時候有些是少擺時間去陪伴偶 有些是少擺時間去陪子女 刮著賺錢就少陪時間陪子女 有些是少了時間陪父母 有些又到父母走開了又很後悔 為什麼那時候我不多些時間陪父母呢? 愛得太遲 所謂愛得太遲 有時候可能是在三號性格 她有些人生的遺憾 覺得哎呀 總之我當時這樣分配一些時間 去我的父母 或者我的配偶 或者子女 總之一些身邊的人 甚至乎有些朋友 哎呀 我只是很勤力很薄命 不斷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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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很努力去做好我自己的角色 但是原來我是疏忽了身邊這麼多事情 到她沒有了身邊 有些人和事失去的時候 其實她就會跌到人生的谷底 因為她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這麼努力去做好那件事 為什麼沒有人會明白我呢? 竟然我的下場會是這樣呢? 還有很多時候我們上課 老師都說三號性格很多時候 就是忘記了自己之餘 而搞壞了自己的身體 可能她會去到最後 可能自己有癌症 或者有一些長期病 而令到她沒有辦法再這麼努力 而繼續去做目標的時候 她才會停下來 其實我過去十幾二十年 是不是真的疏忽了一些事情呢? 所以某時候 三號性格都是有點遺憾的 你要她停下來 就是當她遇到人生一些大挫折 甚至身邊有些很深愛的人離開她 可能是離婚或者身離死別 她才會突然間叮一聲 其實我是不是要停一停呢? 其實我以往這樣的做法合不合呢? 我是不是真的這麼冷血呢? 我是不是真的這麼故人感受呢? 其實那一刻她就會靜下來自己的反省 那要三號性格去我們叫做東山再起 或者從頭再來過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三號性格都是要身邊有一些智者 她覺得聰明的人 或者她會看一些名人的書 或者去上一些很貴的課 一些叫做生命導師 現在很流行的那些 甚至乎她去看心理醫生 那令到她 真的究竟我過往那個人生價值觀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要調節呢? 某程度上我覺得三號性格是 我不覺得她是沒有愛的 也都不覺得她們是冷漠的 我只是覺得她們是不懂表達自己 對身邊的人同事的感受 她不懂得表達 她不懂得表達 周圍的人 有時候她又包裝了自己 周圍的人又看不到真正的她 所以就會 好像你說智叔在這套戲裡面 她還有一個這麼出色的律師 很多人都誤會她 因為她永遠都要表面被人看到她是最強 她是贏的那個人 但其實她內心又有誰會明白她 可能她好像說她性無能 她覺得很自卑 所以她才在事業裡 怎樣去努力賺多些錢 而希望留著老婆呢? 或者希望令到自己 不要內藥被人知道呢? 其實她是去包裝自己 在第二方面拿回一些資訊 所以其實三號性格都挺辛苦的 而且會被人誤解 所以如果你說三號性格 能夠在年輕的時候 遇著一些很好的領袖 或者一些很好的老闆 啟發到她 她跟得到一條好的老闆 其實就不用撞這麼多板 但是如果她沒有坐在身邊 沒有一些很正念思想的領袖 在她身邊去引導她的時候 其實她就會 其實她人生上落就會很大 跌跌碰碰 還有有時候有些跌過幾次之後 就會開始年紀大 又懷疑自己 究竟自己是不是真的 做錯很多決定 或者有很多遺憾 或者覺得自己浪費了自己的時間 或者做錯了一些決定呢? 所以鼓勵大家 如果你發現身邊有些朋友 真的有點像自叔演繹的律師 表面很強 好像很兇 或者很能幹 但其實可能她內心有很多事情 都沒有讓你看得到 甚至乎是她自己都不會表達 你可以嘗試去看看 我們這些三毛性格的短片 令到她了解自己多些 不過三毛性格我經常都說 正常來說她是越遇到挑戰 就會反省自己 然後又有一個思維的進步 遇到再去到第二個層次的挑戰 她又會再檢討一下自己 為什麼自己會這樣呢? 然後又向一些大師學習又再進步 所以某程度上三毛性格是 不停遇錯截 不停改變自己 然後又不停提升 所謂變色龍 其實他們是 遇挑戰遇錯截 而令到她改變她的價值觀 改變思維 不停變 不停變 某程度上 如果她遇到身邊多一些 正念一點的領袖或者貴人 她可以越變越好 她的磁場越好 甚至她的頻率也會越來越好 有很多成功人士 他們都會是三毛性格的 有時候三毛性格 她又不是那麼需要 當她很努力跑的時候 其實她不是很需要 身邊那麼多人去虛寒問亂 或者很關心她 反而三毛性格 在低谷的時候 或者失敗的時候 或者失戀的時候 她真的很需要朋友 所以 如果你遇到那些三毛性格朋友 遇到人生低谷的時候 你又不妨請她喝杯咖啡 跟她聊聊天 談天說地 其實她可能 人生就會有些新的啟發 甚至乎將我們的短片傳給她 她就明白 原來自己是這樣的 又如何跳出那個框框 再去另一個高峰 一個大城市裡面 很需要三毛性格的 整個城市就會進步 所以 都希望三毛性格 可以活得開心一些 令到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 又可以再進步一些 今天我們就談到這麼多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頻道 講的內容有價值 歡迎你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可以 forward 類似性格的朋友 將我們的短片傳給她 下次見